继郝海东之后 老李师现在开始在网上大显身手 跟这些五毛极左喷子们 斗争起来 好多人说运动员是文化积蓄不行的 他们只会运动脑子不行 但是郝海东和老李师的出现 证明了运动员不光身体比很多人强大 思想也比很多人强大 我相信郝海东和老李师的思想的水平 超过中国网民或者中国民众的平均认知水平 远远超过 他们是了不起的英雄 老李师很有意思 我们以前是好朋友 后来我老换电话 现在没有他的微信了 哪个朋友有请推荐给我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老有人开玩笑 说老李师长得很像我 我说你们准胡说八道 人有那么一个美丽的女孩 怎么能像我这么个老头呢 现在我终于发现她有点像我了 就是她这个脾气像我 她没有那么怂 不是谁吓唬 就吓唬回去 毕竟她敢从十米跳台往下跳 她怎么怕苍蝇呢 你看她说的这个话 她说 突然很开心 因为没有活成你们喜欢的样子 要是活成你们这些人赞美的样子 我立马从十米台跳下 跳水时没水的那种 她说 苍蝇飞到人类的餐桌上 人们挥舞着苍蝇拍驱赶 苍蝇却认为是欢迎一世 于是飞得更起劲了 她说 自己炸开的粪坑 无论如何也要收拾干净 我真是奇女子 太了不起了 昨天也很出乎意料 就是这个新京报 发表了这个文章 署名文章 就是赞许郝海东和老李时的这个做法 这非常美 这真是就撕一个口子等于 这个新京报也了不起 倒是像共青团中央什么的 这样的这个公号 已经完全成了这个喷子的乐园 五毛的乐园 让人不吃 我过去认为 这私人的账号 你也不知道他后面是人是狗 他做什么都是能理解的 但是像这种代表一级组织 或者代表一个机构的这个公号 怎么也会小心一点 后来我就发现 一个屌样 就是也许这个 这个公号的具体操作者 或者他的那个上层领导 就是这么见风使落的人 所以他那个公号显得就没有节气 没有骨头 甚至恶臭 我觉得郝海东和老李时的这个处境 也会越来越艰难 这是大势所趋 但是他们在此时此刻做出的这个勇敢的行为 值得我们向他致敬 随着这个疫情还没有过去 然后大家的生活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所以很多人现在都在都在改行 你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大学教授 现在在改行在写日记 就希望这个日记里面好的故事 就是被人看到了 然后希望把它改成艺术作品 这样我可以做编剧 就能挣钱养活自己 足球比赛也没了 然后渔王球比赛也没了 所以郝海东和叶昭影就改行了 他们在外网上是勇士 勇打那些四马三鸡啊 什么的那些蛆虫啊 打财小用 真的 我看就是打财小用 这个转行不太成功 虽然看 看你们夫妻俩打他们啊 我们觉得挺痛快啊 但是还是觉得 不理他们为好 真的 这种就是这个 就比如说你们正式比赛吧 你好意思跟一个残障老过不去啊 对吧 所以 再看看是不是还能转到别的行当去 武林 什么雷雷 马宝国呀 什么的 现在就是转行 干嘛都说相声现在 化妆相声 郭德纲他们说相声就一大褂 一个这个这个这个扇子啊 马宝国雷雷他们是装备特多 说相声 就带着拳套 弄着护牙套 什么那种啊 最后 鼻子打歪了 然后 眼打斜了 鼻孔流血 然后就说那种 特别逗人笑的东西 就是我一看就忍不住 就笑得肚子之疼 嗯 说学逗唱 就四门工都行 啊 下面就是我最想看到的 就是郭德纲 我希望他转行当 拳击手 真的 他来跟那些真正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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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拳击冠军 对垒一下啊 不管谁赢 我们都会特别开心